是的 凯里对待反疫苗群体的强硬立场 也招致了在野党议员的踏法 国会反对党领袖拿杜斯里安华 以及诚信党乌鲁冷月国会议员哈沙努丁 双双抨击凯里的态度高傲有欠妥当 安华就说政府应该做的是和反疫苗人士接触沟通 加强宣导接种疫苗的好处 并非强硬地向他们施加压力 他说不愿接种疫苗并没有犯法 理应不该受到惩罚 更不该因此被控 同一时间 诚信党乌鲁冷月国会议员哈沙努丁也发文告 抨击凯里的言论有失公平有欠专业 他说身为政策制定者应该要加强疫苗的宣导 但凯里的言论只会加剧紧张的氛围 我国要的是能够理智处理对立冲突 而不是情绪化的发言